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底星合法的下面是什么 底星合法的说法下面是老简被罚 五月十八号 华杰冯思才说他们底星都合法 隔天桃园市政府去老简马上对华杰开罚 这种崩然说法的行为 大家说可以介绍吗 不可以 昨天说合法 隔天被开罚 昨天被开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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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能接受交通部底下有这种 谎称合法 实际违法的公司 那华杰 华杰 公司他说诚意协商 我们请工人帮我们试 诚意协商底下是什么 所谓的诚意协商 底下是把工作外包 那这些员工都整理很低 2万多的基本薪水 甚至扬言要之前员工 那华杰 他说亏损12年不给员工加薪 請工人看看 亏损12年的底下是什么 所谓的亏损12年 其实是前几年 加总的活力8千万 我们现在在交通部前面 就是要戳破公司的谎言 我喊口号 年赚5千万 年赚5千万 工人要加薪 工人要加薪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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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